这个视频,我们来说说平移与旋转现象 你知道华容道游戏吗? 华容道是古老的汉族民间意志游戏 游戏取自著名的三国故事 曹操在赤壁大战中被刘备和孙权打败 被迫退逃到华容道 犹豫上关羽的伏兵 关羽为了报答曹操对他的恩情 帮助曹操逃出了华容道 华容道游戏通过一栋格格棋子 帮助曹操从初始位置移到棋盘最下方中部 从出口逃走 在移动的过程中只能横向或者纵向移动 横向移动就是沿直线左右移动 纵向移动就是沿直线上下一动 像这样沿着一定的方向平移移动的现象叫做平移 我们对华容道游戏进行一个改造 只放曹操、关羽、赵云和一个兵 我们通过平移让曹操从右上角走到出口处逃出去 将兵向上移动一格 赵云向上移动一格 关羽向左移动两格 再将曹操向下一动三格 向左移动一格 就可以逃出去了 还有很多种移动的方法 你可以自己去试一试 我们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平移的现象 升降国旗、推拉窗、推拉门、升降电梯 看看这个还是平移现象吗? 像这样绕着一个轴或者一个点进行转动的现象叫旋转 拿正方形、圆形和三角形这三种形状的硬质和火柴棍 将火柴棍穿过图形做成陀螺 火柴棍应该扎在这三种图形的中心点上 这样陀螺会转得更稳 观察这三个陀螺 它们都是一圈一圈转动的 都是绕着火柴棍转动 在转动的过程中 图形的大小和形状都没有发生改变 可以看到圆形纸片转得最稳 时间最长 生活中也有很多旋转现象 直升飞机的螺旋桨 自行车的轮子 我们喜欢玩的旋转木马 小风车都是 好了 赶快做几道题试试吧